因为后边这几个球队都咬得太紧了 主裁判顾春寒少一响 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 经常有那种做成刮屁帽的保护 刮屁帽第一次 阿鲁克 阿鲁克的突破能力非常强 结果球进了 开赛仅45秒钟 各场作战的北京人合队 笑着个乌龙 阿鲁克左脚打右路 沿着底线硬切进来 船中传到了上海上岗后卫线的球员身上 弹进了网底 结果裁判 裁判示意 经过视频重审 的确阿鲁克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有手助球 就是对面这个队 当时叫铲霸 这两脚射门 打得很好 先是阿鲁克那脚传中 刚才是迪奥普这角射门 吴磊目前正在国内休假 今天也是来到现场 观看自己的老东西的球队 又是迪奥普和阿鲁克之间的配合 有好球 来是一个身后 结果尼章木丁 强下来以后再打 奥斯卡的个人能力 的确让对方的后防线防起来非常的痛苦 是 阿尔格森 扣得很漂亮 左脚 打在门柱上 跟上阿尔斯卡的普射球 高了 冯冰冰 面对的阿鲁克 硬切 再过 漂亮 赶紧来到后点 战上港队继续在左边路 继续在进区里面 阿尔格森 背身不停起 一张布丁 选择了自己远射 今天上下半场 北京人和队进之外的 极脚远射质量都不差 大力守包球 直到进区里面 投球再进区里面 看这球 结果球进了 正说的 阿尔格森 今天传球的感觉不好 但是这点射门感觉 绝佳 而且啊 灵光一线 二连球抢下来 进区里面 王神钮横传 李生龙 漂亮 2比0 既然已经完全读懂了 北京人和在边路防守的重点 那么现在呢 上海上海就接去打中路 嗯 在推到进区里面 过掉 好的 阿尔格森 最后这一下太冷静了 3比0 整个反戏的过程当中 上海面对了对方有两次的犯规 但这两次呢 主裁判非常好地掌握着有利原则 使得这个进步呢延续下去 是 而且最难的那一下呢 是二合森 王小红 转身 进区外自己打远射 就稍稍打偏了一些 张文昼 好的 于海在刚才补谁那一下 应该补张文昼那一下 受伤 但这个时候 二波进攻来了 哎呦 这条球 但是面对这个半高来球呢 自己的停球 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是